在法國年金改革爭議 還在延燒這個時間點下 則有女性閣員登上成人雜誌封面 雖然這位部長堅持捍衛女性身體自主權 卻引發了黨內外人士批評 不合時宜 而在荷蘭則是有性工作者 不滿政府縮短紅燈區營業時間 上街示威 要求談判 因為他們擔心新規定會助長非法的性交易 也有可能會加深外界對性工作者的歧視 一起白色洋裝望向遠方 法國社會經濟與法國協會部長習亞帕 最近登上成人雜誌花花公子 法國版四月號封面 不僅以來反對派批評聲浪 連同黨總理博娜都出言表示 此舉不恰當 尤其法國社會目前正處於年金改革危機中 這樣的行為點燃民眾更多怒火 四十歲的習亞帕二零七年入閣 曾為女權作家且擔任過性評部長 任在推動性騷擾法案 男性若對女性吹口哨或尾隨 會被當場開罰 這次他以十二頁專訪談論女權 和多元性別議題 爆出爭議後還親上火線 再推特捍衛女性身體自主權 由於先前總統馬克宏傳出 要接受兒童雜誌的採訪邀請 現在又有部長上成人雜誌宣傳理念 早反對派批評執政黨的溝通策略 處在脫軌狀態 不過內政部長馬南卻為西亞帕說話 稱讚他擁有真性情 也尊重他的決定 畫面來到荷蘭首都 許多性工作者戴著面具上街示威 抗議政府將紅燈去營業時間 由原本清晨六點關門 提早到凌晨三點 且凌晨一點後就不能接新的客人 影響性工作者的生存 我們有另一種嘗試 急忙安撫抗議群眾 阿姆斯特丹市以治安為由加強管制紅燈區 但新工作者卻擔憂 新規定會引發歧視行為 且一旦合法接客時間大大縮減 恐怕會有許多人轉為地下接客 人身安全將更沒有保障 共識新聞兩顏編譯